覺知就是要有明覺 要有感覺 要覺 至於覺是什麼 這個你要去體驗 比如說 你視而不見 你心不在焉 那個心 你心不在焉 你就沒有明覺 心不在焉 死不知味 所以你心有在 你才會有覺知 至於你的明覺穩不穩定 這個就是要練習 一般人心緣意馬 到處飄 到處晃 像這樣的話 你身心沒有對焦 你的生命能夠發揮的潛能跟力量就很小 所以我們大家要練習 你一樣要在這邊聽課 在這邊學習 在這邊生活 都要練習 身心隨時就是對焦 你要練習很清醒的知道 你當下在做什麼 包括走路 你都要清楚的知道每一個腳步 不是光只是聽之見 你要覺醒過來 道德經的課程 不是學術 不是要讓你只是裝填一些知見 道德經的課程 你要來到用心靈來聽 用心靈來體會 你才會體會到老子的高等智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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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